顶着哈佛学历形象牌著称的民进党立委黄伟哲 见爆出了绯闻 今天要做出回应 详细的状况交给记者林佳远 好久不见各位观众 一向呢以人的立委 就是说立委他的形象心情还蛮不错的 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呢 他竟然进爆出和女子有业会的情形 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我们认识蛮久的 然后认识蛮久的 当时还想要当助理的时候就认识 那所以说很久没有见面 那见面一起吃个饭 吃个饭 然后就去校园走一走 因为很久没有见面了 然后去大家喝杯茶 然后在场还有其他的人 整个故事是这样子 那至于说到宗教的问题啊 说到我家人问题 我觉得其实这点倒是比较遗憾的 因为事实上跟我家人没有什么问题 我跟我太太 好被提报说和女子一起吃饭 还同游台大校园 那黄伟哲表示说 他们两人的确是好朋友 而且在国会助理的时候就认识了 还特别受出了自己的身份证 表示说自己配偶兰 还是没有离婚的一个状态 也坚持说和这个女性友缘 其实只是单纯的朋友 以上立法院最近情形清楚 好的 谢谢佳元 已婚的立委黄伟哲 现在爆出悲闻 不过他说这只是普通朋友